过年在家怎样做红烧铝鱼吃起来不行 也没有土形味还特别特别的完整一点都不散花 野生的大鲤鱼我们给它去鳞去腮去内脏 给它改成花刀方便入味 肚子里这层黏膜我们一定要给它去除掉 这样炖煮的鱼呢就不容易发型 铁锅炖大鱼大家都知道好吃 但是谁都煎不好 小白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定要热锅凉油先把第一遍锅给它润好 然后我们把油倒出第二遍再烧入油 加入适量的盐面 这时候我们再下入鲤鱼 千万先不要动 不要担心它会粘得上 真的没有问题 两遍热油一层盐面 这样煎猪的鱼啊连皮都不会掉 您记住了吗 如果说没记住 先对着屏幕帮我点两下红心 这样煎鱼的方法啊 你就会有久收藏得以保留 大块的葱姜蒜干辣椒结给它爆香 然后我们烹入黄豆酱油 再来一勺东北的黄豆大酱 把酱的酸味给它炒走 这时候我们加入一勺啤酒 去腥还能增香 再来点老式的滑脚闷 存小时候的味道 加入适量的清水 这时候我们下入刚才我们煎好的大鲤鱼 来点红烧酱油 盐白糖鸡精胡椒粉给它调口 这小伙给它炖两分钟 不要扣干 散发出腥气 这样炖出来的鱼啊就不行了 小伙给它炖二十分钟 大伙给它收干汤汁淋点葱花和蒜末 我不光会炖鱼 主页还分享了那么老多家庭美食 关注我你不会损失什么 不关注我你会错过很多 点个关注吧 没准一会你滑着滑着 还找不到我呢 大伙给它收干汤汁 最后我们出盘看成品 红烧驴在家你就像我这样做 可好 小伙给它